今天我们来介绍山药疙瘩汤的做法 好吃又营养的山药疙瘩 用来做早餐是在合适不过了 而且这个疙瘩做法简单又快速 还超级营养好吃 您需要准备以下这些食材 为了方便以后查阅 您也可以点赞收藏本视频 山药洗净削皮 然后用刀拍碎装入碗里 碎山药里少量多次的加入面粉 边加边搅拌 直到搅拌成颗粒分明的小疙瘩 洗干净两个西红柿 去地切成小丁 装入碗里备用 再准备一小把青菜 切小一点后也装起来 起锅倒油 倒入蛋液 蛋液开始凝固的时候 用筷子滑散 煎好后先盛出来 另起油锅 放葱蒜爆香 然后倒入西红柿大火翻炒 炒出汁水后倒入一大碗清水 盖上盖子后大火煮开 然后下入山药面疙瘩 开中火继续煮五分钟 接着倒入鸡蛋碎和青菜煮一下 加盐 胡椒粉 生抽 香油 拌匀就可以关火出锅了 好了 就到这吧 谢谢观看 欢迎订阅关注